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近日 康民處轄下的公共圖書館 就將九本涉及時事評論 和關於香港前途政治論述的書籍 拿去覆檢 在這九本書當中 有六本是屬於 嶺南大學前助理教授陳雲 有兩本是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寫的 有一本是現任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著作 實請究竟為何康民處要將這堆書籍覆檢呢 他們官方的說法就是這樣 說康民處轄下圖書館的館床 是以聯合國教科民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 所定定的原則作為指引 而圖書館的館床是必須符合本港法律規定 隨著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管方是必須確保圖書館的館床 是遵守有關法律規定 即是說康民處可能經過初步的研判 就覺得某些書籍 他們的內容方面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 於是乎拿去覆檢 但是問題就是 康民處究竟以什麼準則來判定 某本書籍裡面的某些內容 是可能涉嫌干犯或者違反了港區國安法呢? 能不能將這套準則完全公開 開成報公給公眾知道呢? 這個準則不會又牽涉到所謂國家機密吧? 你一定要跟市民交代 因為在這九本書當中 老實說除了陳雲那本的成邦論之外 其他書籍 比如說陳淑莊那本 邊酒邊吃邊抗爭 或者是黃之鋒那本 我不是英雄我不是小孩 都已經在圖書館裡面 存在了好一段時間 而且裡面所寫的東西 到底跟香港前途的政治論述是否有關呢? 到底是否真的牽涉到 違反或觸犯港區國安法呢? 到底以什麼標準 是不是要用人名來進行福檢呢? 這個是相當之奇怪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至於陳雲那六本書 包括香港城邦論 城邦主權論 香港維民論 以及香港保衛戰等等 到底這些書是涉嫌干犯 或者是違反了港區國安法的哪些條文呢? 你都有責任向市民公開交代才行 你不能讓市民感覺到 現在純粹好像有些書籍 是政治不正確的 於是乎就拿去福檢了 你說涉嫌是干犯了 或者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你告訴別人哪一條 市民服不服就一回事 你起碼先有個說法吧 你不能夠現在 好像不明不白那樣 有一堆書 總之拿去福檢了 到底涉嫌干犯了港區國安法哪些條文呢? 你去福檢的時候 起碼有一個初步的依據 能不能夠和市民說清楚呢? 港區國安法也是實施了第五天 又已經弄了一些所謂禁書出來了 在較早之前 又說有些政治口號就是涉毒 不准喊了 喂 實施了頭幾天就已經搞了那麼多事情了 你下一步將會怎樣做呢? 那麼下一步會是怎樣做呢? 是不是實施網絡審查或者網禁呢? 當然在這個網絡年代 你說將某些公共圖書館的書籍 拿去福檢下架 不讓人借月 老實說影響的人 一定就是佔少數了 因為你回看數據就知道了 康文署每一年都有公佈的 走去借書的人數 或者是借月的次數 是連續很多年都不斷地下跌的了 去到2019年的時候 就只是跌到本地的中文書籍 是借月1577萬次而已 跌了很多很多的了 但是象徵意義就高於一切 可能這一本書擺在圖書館裡面 長年都沒有人借的了 是不受歡迎的 但是借與不借 就是由市民由讀者 憑著他的自由意志來作出決定 那本書受歡迎的 就多些人借 金融小說那些 或者是他的旅遊書籍 有些書悶一點就沒有人借 但是市民仍然可以選擇 現在就不是 你拿去福檢下架 市民想看都不能借 這個就是最大的區別 已經是很多的 範疇已經被整頓了 那些傳統媒體 無論是電子媒體 或者是出版的媒體也好 絕大部分都已經被收編了 剩下一家《蘋果日報》在那裡 久言殘喘 至於你說其他那些 《下眾新聞》 或者《立場新聞》 那些是網媒來的嘛 在規模上 跟《蘋果》就差很遠 當然現在很多網媒 就在網絡上 好像雨後春信那樣湧現 但是這個百花齊放的景象 能夠維持得多久呢? 老實說實在不是這麼樂觀 其實陳雲在Facebook上 對於自己的書給公共圖書館下架 他有作出一個簡單的回應 雖然他不是很正面地去回應 或者是去批評康民署 但我覺得他這個回應 多少都有啟發性 值得和大家分享 他就說 首先牽涉到作家的共同利益問題 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都不肯 賦予作者借月費用 例如是每借月一次 政府就付出一元之旅 令到館藏裡面的書 是損害了作者的銷售收入 書籍借月 而政府補貼的制度 它是最先在香港和出版家鼓吹的 但是政府十幾年以來都沒有反應 台灣反而有實行 我覺得實情當這本書 你說在公共圖書館下架 對於讀者有最大的影響 但對於作者就沒有什麼影響 老實說他宜得你去買他本書 而且當一本書 即是去寫出來的時候 那個版稅收入 就要看看作家的名氣是否大 如果是那些享負盛名的大作家 當然他就可以和出版社 有更大的談判空間 但是如果是那些新進作者 老實說是很大的 好了 至於陳雲說到這件事 對於那些文人作者來說 是很現實的問題 根本上在香港寫書 是找不到吃的 如果一年出了一兩本 陳雲就算是多產量的人 但是連他都這樣說 當然就是很有問題 肯定影響到收入很嚴重 事實上在網絡上 比如說Google Books 有一個Apps叫做 他其實都是提供了電子書的借月 而這個借月的服務是收費的 那我就覺得很公道 起碼你給予多少費用 那個電子平台來維護 還有你給予多少錢 那個作者來分紅也好 現在的公共圖書館 老實說你出不出書 你下不下架 關我的作者的事 如果他那本所謂的禁書 在市面上仍然是有售的 他宜得你增加白銀 去買他的那本書好過 起碼他就有多少的版稅收入 現在在這個公共圖書館借月 特區政府之前就經常說要強調保護知識產權 又說要修訂這個版權條例 那為什麼你的公共圖書館可以 就是你買一本書回來的時候 你就給了那本書的價值而已 但是你又可以借給一千人看一萬人看 那一萬人完全就不需要付費的 這個是有問題的 市民不需要付費是沒有問題的 你特區政府你的康文署 要多少給紅利的作者 如果不是你怎樣提振出版業的發展 當然特區政府也未必想提振出版業的發展 因為最好你的出版業不斷萎縮的時候 就是有利於他來管控這個意識形態 現在公共圖書館的做法就叫做文明一點 將有一些書籍他認為是可能干犯 或者是違反港區國安法的 就將他下架拿去覆檢 起碼沒有用火來去燒毀 在去年大家記不記得有件事在甘肅省發生的 有些圖書館 他們認為某些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的 就直接拿去圖書館門口的書 用火點燃燃了一把火 起碼現在就沒有去到焚書的階段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特區政府 在3號的時候就發表了一篇聲明 對於美國國會通過香港自治法案 是表示強烈反對的 特區政府重申 這個法案的制裁對香港金融機構不具法律效力 促請美方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使 避免採取可能會影響金融機構正常運作 及眾多客戶的舉動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需要時 或者會採取反制措施 我真是奇怪 特區政府說反制措施 相當神秘 至今從來沒有透露過 到底會有什麼反制呢 美國的招式 來來去去去 我們聽來聽都是三招 第一招 就是禁止某些官員 或者個別點名的人 入境美國 就是這個簽證限制 第二招 就是凍結這些被制裁人士 在美國的資產 第三招 就是禁止這些被制裁的人士 使用以美元結算的銀行服務 那你特區政府 到底有什麼反制措施做到呢 還是像大陸一樣 驅趕外媒記者離開香港境內 你也要多多少少告訴市民 好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據報 正在考慮兩至三項應對中國的行動 預料最快會在幾天之內便會公佈 這是彭博的消息 到底將會是什麼措施呢 就真是毫無頭緒 他引述的消息 都是沒有講到行動細節的 但是究竟會做些什麼呢 就不知道 但是特區政府那些所謂的 或者會採取的反制行動 也都不知道 雙方都很神秘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